很早之前,阿娇就被人们议论纷纷,毕竟遇人不输,虽然说时间能够把很多东西冲淡,但是留下来的伤口却让人觉得不肯磨灭。 曾经的阿娇真的很努力,不仅有着让人羡慕的歌喉,而且在影视方面也是颇有其次,可惜的是陈冠希那一出,可能就是这辈子最大的过错了吧,前阵子也有媒体说起结婚并且举行婚礼了,让人觉得这一个姑娘终于能够得到自己的幸福了,毕竟一直以来阿娇都是一个人,让人觉得可能这辈子想要找到一个真心爱她的人真的很少了。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,阿娇的丈夫并不是圈内人士,而是一名医生,但是不管是谁,只要能够对阿娇好,其实就够了不是吗?可能是爱情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,毕竟有一个人一直疼爱着自己一切都是会变的吧,曾经小编觉得阿娇遇人不输,这辈子可能真的就这样子了,但是没想到却真正能够遇到一个能够把过去完全抛开的人,其实这样的爱情能够遇到真的就够了, 近日网上也又划光了她的照片,在婚后的她越让人觉得着迷,不仅在衣着打扮上让人觉得简约,而又时尚,更让人觉得她是真正幸福了。 红色上衣以及黑色长裤让人觉得确实有点味道,虽然如今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但是还是那样的青春有魅力,其实小编最想祝福她是以后的日子。 在婚姻里能够有一个互相扶持的人其实确实很好,但是这个人希望能够一直一直的对她好下去,毕竟阿娇真的是经历过很多辛酸事情,所以看到阿娇最近能够有这么好的状态,希望大家也能够一起祝福她,毕竟时间过去了,很多东西都磨灭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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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